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读课文 启蒙家国情怀 演绎东方经典 一鸭唱腔 声声入耳 生诞尽丑 波动新弦 映入眼帘的是 繁花梨园 更是从课本里走出来的 文化底蕴 与华夏浪漫 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本 走进课本里的 戏曲人间 中国古典文学 是中华文化宝库中 一颗极为璀璨的明珠 向我们展开一幅 有关中国传统人文 社会 历史 地理 民俗 心理 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融进了青少年审美趣味的血脉中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由福色药业冠名播出的 黎元春全新播出季 课本里的戏曲 我是文汤 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 四大名著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 一直不可或缺 从水波梁山到遥遥西域 从荣国府到魏蜀吾 作者用充满生命力的文字 描绘了华夏大地 勾勒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 也写尽了人事百态 今天的黎元春将带大家 一起重温四大名著 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张一帆博士 还有来自郑州市郑东新区艺术小学的同学们 欢迎大家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第一课 上课 老师好 孩子们今天老师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火遍世界的全民偶像 首先他特别酷 身穿金甲 头戴金冠 如他云鞋 其次他特别厉害 七十二遍火眼金睛 分分钟就是十万八千里 最重要的他还是取经团队中的实力担当 也是西行路上最闪亮的一颗星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猴王 孙悟空 请同学们打开五年级下册语文课本 和老师一起朗读课文 猴王出世 猴王出世 海外有一国土 名曰奥来国 活进大海 海中有一座名山 换为花果山 那座山正当顶上 有一块鲜石 内玉鲜包 一日凤裂 产役石短 誓言九样大 金剑峰 大阔一个石猴 天地出风 有碗山 参禅学道 百困论 百困论 千寿权 驱兵人 他到东海 百弱军 他上行 到此作甚 前来戒取兵刃 好 打开兵器库 将一千五百斤的钢枪抬上 是啊 我唱一首话 将中达三千六百斤的双锤抬上 抬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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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 不 我 不 我 上行 我的东海 还有一丁海神 真真 上行 你来看 鸭光万大 锐气千条 我真 淘宝贝 只是 特意的太聪明了 再消些 再细些 这就好不了了 再消些 再细些 我真 淘宝贝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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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太帅了 今天看到没有 大家都特别喜欢你 特别喜欢《美后王》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 扮上送空的机会 想扮上的请举手 要不然挑一个 最有潜质当美猴王的小猴 来 你来吧 来到旁边的化妆区 我想问问在座的同学 你们有没有看过 中央电视台从1982年开拍 并且开播的电视剧西游记 看过 电视剧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老师 他曾经总结过西游精神 有两句话 一句叫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 一句叫不畏艰险的进取精神 其中这个第一句 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 可以说是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的 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说得太好了 课本当中提到了 孙悟空的老家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 说他是在河南老乡 就这两个地点到底哪个是孙悟空的出生地啊 海外有一国土 说大雨当年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 更为震惊 他也被押到了花果山下 而且也是五百年 所以说孙悟空是咱河南老乡 我觉得一点不为过 同学们 我感觉你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到美猴王了是吗 那这样吧 我们就有请美猴王回到我的中间 他这套呢 应该是五百年后西天路上取经时候的美猴王 再者呢 就是看他的装扮 下边来了一个虎皮裙 就是收白龙阶段的 我的这个呢 是大闹天宫齐天大圣的服装 那既然现在装备已在手 那我们就教教这个猴戏该怎么演好不好 大家一起跟着学一下 来一个喜怒哀乐 首先是喜 真的特别有感染力 来 喜 喜一个 乐一个 来 好 这是喜 那接下来怒该怎么表演呢 怒 生气了 哀 哀这个怎么演呢 好像有点要抽气的感觉 然后注意身体也是有点微微的颤导 走的 接下来 该乐啊 手舞足蹈的感觉 你接下来 静鹏老师有没有高难度一点的 要交给我们 耍金箍棒 好不好 太酷了 好 太酷了 了 我们来 我们来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我要问问你 你是第一次演猴戏吗 我没有小的时候 我在家度他玩 他表现的还是挺好的 看得出来 他还是有一些底子的 但是从他耍棍上 他应该学过武术 学过 是吧 他耍棍的手法 他是武术范的 和我们戏剧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一看这是练过 所以好的艺术是源自生活 而且高于生活的 虽然我们没有孙悟空那样 神通广大的本领 但是他身上的很多 英雄精神和英雄品质 值得我们学习 刘备和诸葛亮 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一对军臣 当初刘备为了求得贤臣 不惜三顾茅庐去拜访诸葛亮 最终二人共续经纬 更传播出后向劫纳 中信劫义的传统文化精髓 今天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 世人皆知的三顾茅庐 请同学们打开语文课本 九年级上册 让我们一起来朗读 三顾茅庐 却说玄德防孔明两次不遇 遇待王仿之 三人来到庄前后门 童子开门出问 玄德曰 有劳先从转报 刘备专来拜见先生 童子曰 今日先生虽在家 但今在草藏上住寝未行 由老肖童转报先生 刘备转称拜访先生 先生虽在家中 但昼庆未行 既如此 切休通报 你们再次等候 是 这时候还无有动静 你我去到里面看看 走 原来大哥还在街下里登 这个村仆好省无力 我大哥恭恭敬敬站在门外 踏踏踏进告我不无情 三地 三地 哎呀 在我取之后躺 眼前一把火 我看他其实不无情 三地 秀咬路芒 万不可惊动卧龙现身 什么卧龙不卧龙 我让他变成一条火龙 秀咬路芒 你阿人外相当好吃 当地不可适离 先生 由鬼客来放 哦 我飞十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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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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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请 将军 将军 请看 这是 此乃天下大事 统一 将军 六将军 请 将军 请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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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旅步二将军 匹马担到处续唱 国务观战六将 雷火三声战彩阳 你们桃园的兄伟名阳 南里晒 北里闯 至如今尚未能胡耀龙香 泥外皆孙泉 八草康 内修人正 将你先去军乡 荆州城下九郡 兵枪马撞 北举汗水 西通八树 东莲无敌 乃君家 毕正之地 他能攻 能防 数千之战船 驰成江山 水平山 战塔无翼高强 先能致使 叛宁珠 复兴汉 使命昂堂 六将军心仪 驻四海 养兵巨将一纳鲜亮 德高王中 民信仰 东船长路不沾 他自来乡 但能拉丁足三分 率兵出船 复兴汉市 金家邦 通途万里八叶窗 一同天下定四方 百人任性气鬼响 风不沾翅 任飞翔 三顾茅庐 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灵魂片段 年近五十的刘备 征战半生 为什么会专门跑到乡下去 拜见一个二十多岁的诸葛亮 回溯到一千八百多年前 当时呢 在刘表集团内 他有两个任务 其中有一个任务呢 是打仗 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招人 有史料记载说 荆州豪杰归先祖者日以多 表以其心淫欲之 还有这样的记载 《从》 《左右》 《及荆州人归先祖者》 那《从》是什么人 刘表的赐子 刘备深深的懂得 要广招天下的贤士 同时他更明白了 得千君矣 得仪将更难 刘备所绑之人呢 他不是普通的闲材 有这样一句话说 他是姓周八百年的江子牙 堪逼忘汉四百年的张子房 以诸葛亮这样的才气 我觉得刘备三姑茅庐 特别的值 戏曲当中的诸葛亮是怎样的 看过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 他往往穿的是一件八卦衣 上面有很多图案 太极八卦仙鹤 这是不是说明诸葛亮是一个道士呢 不是 这是戏曲舞台上一种符号化的象征 他穿这样的服装 意味着他代表的是一个智慧的化身 我们刚才欣赏的那个节目 诸葛亮出山 讲的就是诸葛亮被刘备三姑茅庐的故事 那么京剧里边很出名的 有这个石阶亭空城记斩马素 都是体现出既有智慧又有感情 而且还有谋略 特别是他特别的忠诚 河南乐调的这个著名的老生表演艺术家 深奉梅大师尤其以扮演舞台上的诸葛亮形象著称 他有一出诸葛亮晚年的戏叫《收江维》 长盛将军赵子龙一生没有打过败仗 只有在他晚年胡子都白了的时候 跟年轻的这个天水官的首将江维作战的时候 输给江维了 赵子龙回来就一辈子没有受过这样的憋屈 心情非常的不好 诸葛亮头一句就是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 细听我山人说一说比方 这就不是谋略了 这已经是在做心理开导的工作 为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 给他做心理疏导 我们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的形象 既有他神机妙算的一面 又有他非常有温情的一面 最最关键的就是他特别忠诚于 他当年对于刘备的承诺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 他从此就把自己的一生 交给了刘备的事业 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的形象 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艺术形象 三顾茅庐的故事之所以经典 我觉得和刘备的理贤下事密不可分 所以同学们我们也要学会 在与别人交流时放下架子 端平心态地与别人沟通 同时我们更需要做到 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 做到底 做到好 这座桥不但坚固而且美观 桥面两侧有石栏 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瑞金城外有个村子 叫沙洲霸 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 在那儿住过 顺着弯弯的小路 寻找雷锋的足迹 雷锋叔叔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老猴子天天跑过来 看也跟着叫起来 糟了糟了 月亮凋尽力了 生命以来 素叶幽叹 恐脱不孝 一生心地均 全面无声心地流 树荫照水爱心柔 小河台路尖尖角 早有精平地上 河台路尖尖角 海上五声明月 天涯共此时 情人愿摇曳 静兮起相思 此去远之万事功 但卑不见九州桶 往生北定中元日 家寄无望告乃乌 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雙兔帮地走 安能辨我 是雄雌 万里富荣金 关山杜若飞 朔气传金拓 寒光照铁衣 秋风萧瑟 红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幸胜至灾 歌以永至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滴寻楼 往长城内外 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 也要学习 你的榜样 像你一样伟大坚强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上年智则国智 上年富则国富 上年强则国强 上年独立则国独立 上年自由则国自由 上年进步则国进步 有这样一本书 从他的创作经历而言 经历了增山五次 批阅十载 从他的内容而言 被誉为封建末世的 百科全书 它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今天我们就通过 其中的一个片段 去体悟《红楼梦》的魅力 让我们一起打开 语文课本《九年纪下册》 一起学习课文 刘姥姥敬大官员 孟姐听说 便回身和礼丸 看春 鸳养 琥珀 带着端饭的人等 朝着进路到了猪爽灾 就在小碎堂上 调开破案 鸳养笑道 天天咱们说 外头老爷们 吃酒吃饭 都有个凑趣的 拿她取笑 咱们今儿也得了个 女性课了 李丸是个后道人 道不理会 凤姐却听着诗说 刘姥姥变笑道 咱们今儿就拿她取个笑 老祖祖 今天可早就准备好了 请老祖祖 如雪吧 咱们 很棒 就是忧愿 你排音 éntico oh 清清清 哈哈哈哈 老六老六 十两大乳牛 吃头老母猪 不太痛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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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筷子 憋得铁线都衬呢 老老 衬衬衬 这个蛋吧 爷 哎呀 这腹立的鸡子 张得进 下了鸡蛋 也怪笑 瞧嘞 那是鸡子蛋 一两瓶买一个 唱唱吧 一两瓶一个 咦 那得唱唱 哈哈哈哈 啊 这是三夫的诡句 你要是触抽了 别人会笑你的 哦 哦 哦 嗯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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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啊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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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 sell es 封丫头到了鬼 蝉起来 蝉起来 喇嘛 这掉就掉了吧 难道这碗里的还不够你吃吗 是是 是是 封丫头 鸭子胆夹不住 来 让喇嘛 reson كن家那个Mr. Ray 那去喆了 你们的茄子咋样啊 种 种啊 孤单奶再尝尝 嗯 嗯 孤奶奶 你可别瞅我 这不是茄子 这一定啊 是鸡子 老老 你把那刚下来的茄子 小片井肉切顶子 用鸡肉长成了灰干子 再配上鸡肉 鲜串子 小片鸡肉长发发发 还有那五香丝干子 用鸡肉长成了 抱着那香脖子 妈呀 妈呀 小羊鼠 早有八年 明明的鸡肉长成了 上鸡肉长 吃鸡来喝酒 哦 下个鸡子 哎哟 这一个鸡子 要试着鸡子来配 哎哟 可吃不起哦 吃不起 正丫头 咱们牢牢尝尝 咱家来酒 喽喽 咱这儿啊 有个规矩 饭食鬼壳道 十大被酒 补弄肉 哈哈哈哈 哎哟 姑奶奶 这酒啊 给它烫身上了 那是姑奶奶头老婆子 叫老婆子我呀 抱苦福嘞 咦 老老 喝不是这样喝 我请你一杯 就说上一句几粒话 你喝上一杯 还得再对上一句 还得对 你哪儿咱可不回 哎呀 老老 不带 就像对对子一样 雅艳酒性 就像这样 亮尘美金 乃鹤田 爽爽燕子 淤亮剑 哈哈哈哈 不重不重不重 何不回答 何就回答 哈哈哈哈哈哈 那 萝卜嘎儿 垂涛烫日 利斗亮分正门字 有锅字 炸三字 萝卜剑彩 玉米神喽 老老 这些呀 就好得很 你呀 求少这样说 老老 请就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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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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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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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老婆 一笨梦树如一个树 好 一笨梦树如一笨梦 一笨梦树如 陪西找 二笔锹 这回欢 口吹里面 把家 Spa 二月里帕默 把ạn流血 球 一杯 二杯 三杯酒 三杯杯春色秀 三杯的芥菜漂亮 四杯酒 四杯的平安开小库 四月离开 三杯 三杯 爬上枪 这一斗 五分的五杯酒 我 五分的树枯 五元的青春满植核花好像是 好像是蘸料的树枯 流流大神 一个六 下喝卓北喝一酒 七杯 七小小小小一天一飞 八娘有我的国大奶 你再过那七个窟窿 七个窟窟 七个窟窟 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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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什么 八杯酒 八分白菜 好喝酒 我胡说白鹏 九九闺力超前走 酒喝多留在枕头 十杯酒 十杯酒 喝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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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姥姥是《喉咙梦》当中的一个经典角色 而且她也是歇后语大户 所以我要先问问大家 关于刘姥姥敬大观云的歇后语 你们知道哪些啊 来 刘姥姥敬大观园 眼花缭乱 刘姥姥敬大观园 少见多怪 刘姥姥敬大观园 扬相百出 看了你们的表现才真是刘姥姥敬大观园 让我们都长了见识啊 这个刘姥姥敬大观园大开眼界呢 其实最早啊 其实是她自己说的 在整本书当中 刘姥姥一共敬了三次大观园 第一次呢 她是因为家里面生活过过下去 去找贾府这个远方亲戚去要钱的 那咱们想啊 你去要钱人家可能不给是吧 那面对这个困境 刘姥姥当时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就算没有要到钱 我往这喉门公府走这么一遭 也不往我这一生 所以其实她是有这么一种豁达心境 或者说她能够认清现实 愿意去面对现实 哪怕这个现实并不如我们的意 那我们再看这篇课文的内容当中 在整个宴席上 其实她一直是在被炒弄的一个对象 大家想想看 如果是自己在宴席上 大家都在捉弄你啊 给你一个非常沉重的筷子 让你去夹鸡蛋 夹鸡蛋 鸽子蛋 你可能会生气 是不是 但是她呢 非常自然地承接住了所有人 向她说出的话 对她做出的各种行为 非常自然地化解 并且成为了大家的开心果 成为了大家欢声笑语的来源 这种智慧 这种度量 其实在生活中 在社会上也是少见的 这一次的刘姥姥敬大观言 可以说是这个笑料不断 你看把这个香云给笑的 水都喷了出来 从这个笑呢 其实也能体会出来 《红楼梦》 在艺术创作上的一个特色 在《红楼梦》之前 我们的小说 很多写得非常单一化 写好人 那就是一好到底 写坏人 就是一坏到底 而《红楼梦》当中 几百个人物 她是各具特色 有血有肉的 我们来看看她们的笑 其实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笑的是香云 香云呢 她姓史 是贾母的亲戚 那在贾家呢 其实属于客人 客人到了别人主人家 能不能很放肆啊 其实应该收敛一些的 所以首先在写香云的笑的时候 先说什么呢 说她撑 撑不住了 然后才笑了出来 同时呢 我们如果读过上下文 会知道 香云其实是一个非常豁达 一个爽朗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她的笑 在撑不住之后的笑 也是很自然的 那第二位 第二位笑的是黛玉 黛玉她的身体怎么样 身体不太好 所以她笑的怎么呢 笑的差气了 扶在桌子上说哎呦 那第三位是宝玉 宝玉在书中说她是浑世魔王 所以她笑的最放肆 直接滚到贾母的怀里面 注意这个字啊 滚进去 非常的放肆 这一段是一个非常好的 用来学习人物描写的一个素材 我们要佩服《红楼梦》的作者 她在写作方面的这种伟大 她既能够写作整个大官员奢华的生活和贵族之间的这个言行举止啊 但是她也要写出生活的另外一面 生活的另外一面呢 由一些非常普通的人来展现这些场景 其中刘姥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有一句话呀 叫草蛇灰陷浮沿千里 每一处都不是弦笔 正因为王熙凤一生当中 所做的真诚的好事不是特别多 所以王熙凤自己的结局很悲惨 但是在王熙凤那个悲惨的结局当中 谁来保护收养王熙凤的唯一的女儿乔姐呢 还是刘姥姥 那么这样的一个善果 其中前面所重的善因 是王熙凤被刘姥姥的高情商高智商所感动 真诚的向她给予了雪中送炭式的关怀 所以这就是体现了作家高超的写作技巧 读完了《红楼梦》 也让我们明白人生在世世事无常 我们不可能永远像王熙凤那样风光无限 也不可能永远像刘姥姥那样贫困不堪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心存善念 身行善事 始终尊重和关心他人 所以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的尊重和善良也能得到莫大的福报 1933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 将中国的一部古典文学剧著翻译成英文 推荐给世界 在确定英文版书名时 这位在中国度过了人生最重要年华的美国女作家 将其确定为四海之内接兄弟 引得汉学家们一片积节称赞 是的 快意恩仇的好汉 正是这本书最吸引人的看点 它塑造了108名有血有肉 个性鲜明的英雄群像 绕梅一起打开高中一年级下册语文课本 朗读课文 林教头 风雪 山神庙 再说林冲看着那瑞雪 迎着北风飞夜赐奔到逃场门口 开了厕所 入内探食 只叫着虎 原来天灵照燃 又呼善人一试 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 冲来天灵光 冲来天灵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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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